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Alton 今天有這個機會跟這麼多年輕的朋友分享我們的物資 也很年輕 大家都在心靜心靜 對對對 我看起來也蠻年輕的啦 20% 然後 坦白說就是說我們 我大概是 我剛講我是兩年前開一家公司 然後一開始做我們就決定要做自己的品牌 那 為什麼要做自己品牌 就是 因為我已經 我大概幾年前結了婚 然後就生了小孩 看了自己的小孩之後 覺得怎麼跟我長那麼像呢 然後我在想說 證明是我生的 那我在想說 我到底對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除了我們要賺錢之外 除了為了要把他養大之外 所以我決定我想要留一個故事給他 留一個精神給他 除了錢之外的東西 那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幾年前我們就 我常常 我很多年前我就常常 開始在Kickstarter買東西 然後這個 當台灣開始有Blind V的時候 我們就 就覺得我們可以透過募資來 來把我們的想法呈現出來 那 最近我們在 大概 兩個禮拜前我們結束了一期 還不錯 所以 那個 那個 柏青請我們來分享一個想法 和態度 那 我這個題目想了一下 我覺得募資呢 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試煉場 當然有很多 現在很多 大家對募資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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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我們三次做募資 我們在國外做過兩次 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所以 所以我剛剛講 失敗之後就會成功 很正常 好 那 這是我們 就是 在這個 兩個禮拜前結束的這個募資案 本來是希望是在4月分享 可是因為4月那個時間我在國外 所以 沒有辦法來這邊請大家來贊助我們 那 很開心就是我們達到 我們在4個小時就打標 然後 我們到結束之後 我們是做到超標大概174萬 這個是我們當初所有的人都沒有想過 因為我們在上一個募資案 我們大概是募到 40萬 是另外一個產品 大概各位看到 所以這個產品 人家說你們訂10萬 是不是故意訂了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故意 因為我們覺得大概就是20萬 30萬差不多 所以 它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那我們也很開心有 透過這個 Flyme的這個團隊的幫忙 讓我們讓這個產品讓更多人看到 好 所以 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 我個人 剛剛也講說 那個 這位是鼓手 我學生的時候也是鼓手 所以聽音樂這件事情 對 對我來講 就是說 我們去回想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做這個產品 跟音樂有關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是回想到 我們對自己生命 比較感到熱情的部分 所以 耳朵這個 是一個非常微妙的一個器官 每個人耳朵其實長得不一樣 能聽到頻率也不一樣 可是 聽到的 聽到聲音的美妙就會 帶動你 很多情緒的發展 包括行為 所以 我們把產品做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這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 我們很難解釋 可是其實 從這個圖可以表示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把一個產品做得漂亮 簡單來說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耳機 透過 我們的AQUA 一個微型擴大機的一個產品 它可以讓你聽到 更多音樂的細節 所以你 你不用急著去換耳機 這是在Android上面 我們做的 一個產品的這個示意圖 那 這個耳機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逛過商店 其實 很多人想要聽好音樂 就會想要去換耳機 可是其實 這麼多耳機你要怎麼選 所以 其實 商業的行為當中 我們發現 它掛了聯絡買目 就讓你自己去聽 聽了半天之後 你會發現 一個人不完全能夠聽得出來 到底什麼耳機 是適合你自己的 那到底該怎麼選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 可是我們知道是什麼 我們知道的是 我們透過我們技術團隊 我們知道 其實音樂這件事情 從源頭來講 就好像 現在各位 有沒有在看DVD 應該沒有吧 至少是看藍光吧 現在就你回去看DVD 你可能會覺得 電視是壞掉的 那就不要講 我們以前看VCD了 對不對 所以融線 確保音質的解析度 我們得到的音質解析度 再去調整我們的耳機 所以其實AQUA就是 確保你得到更高音質解析度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從最原本的唱片 到我們現在 我們可能各位 不是完全清楚的 就是說我們從iTunes KaBus 我們得到的事實上 是一個CD品質的音樂 可是我們現在 已經有機會 可以 擁有更高品質的音樂 透過我們的產品 還有 透過一些服務的 音樂平台 因為我們的產品 有這個機會 被更多人看到 就是有開始有些媒體 來給我們報導 這個是我們 也是我們當時 完全沒有在劇本的安排內 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透過這樣的報導 我們覺得 我們 我們開始 對很多人 開始對我們以前做的產品 有興趣 所以 這個 希望各位 以後看到我們公司做的品牌 也多給我們一些支持 那我們現在這個產品 正在準備生產當中 還有一些問題 不過我們現在還在 努力的克服 那剛剛講到我們之前做的產品 對不起 那 總歸AQUA的案子 其實我們 我們在想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去 也許很多人問我說 如果我今天要募資 那到底 我要做什麼事情 坦白的說 以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 第一件事情 要先想的事情是 我們需要一個好的設計 我們需要一個好的故事 也需要一個好的產品 來幹嘛呢 就是說 因為 你做的任何一個 你想的任何故事 一個產品 其實都是要 滿足人的需求 所以 如果你的核心 是不夠好的 你其他的這個影片 拍的戰友 可能不見得 能夠引起共鳴 所以 我們是一圈一圈的把它 去堆疊出來 想辦法去訓練我們 說故事的能力 所以 第二層的文案跟視覺呢 其實 以我們AQUA來講 其實都是我們團隊的人 自己DIY做出來的 然後 最後一圈的部分 我覺得 需要依靠一下 比如說焦點 或者是Flyme 或是其他的媒體 我們講 甚至要靠一些貴人 我們講貴人 就是這個人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會從哪裡冒出來 然後 因為我們後來有去調查 我們為什麼 這個案子在上的時候 很快的時間 有一堆人在 在贊助我們 我們就發現 有一些社群平台 他關心到我們的產品之後 就開始發布他的訊息 這個人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卻很 很願意支持我們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也帶動了 我們整個產品 在市場上 募資的時候 得到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幫助 所以 總歸一句話就是 我們在核心的部分 我們先想清楚 我們這個產品 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做它 那可以帶給 使用的人 有什麼樣的好處 那這其實是 我們在Flyme 第一個做的募資站 各位看到其實只有 多少 50萬好 可是其實只有到19% 所以第一個案子 我們就失敗了 可是這個產品 我們事實上 我們在台灣 我們還是有在賣 那這個失敗 我們 拍了一個 我們認為好的影片 然後做了一個文案 為什麼失敗 就是 坦白講 我們並沒有去追究它 我們把它記下來 然後記下來之後 我們 去修改 就是在我們面對 第二次募資案的時候 我們又做了 用不同方式去 去念自己說故事 我們在做品牌的時候 其實 我們公司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公司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自己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最欠缺的 就是說故事的能力 那今天來這邊 我們覺得有機會 可以認識一些年輕的人 他很會說故事 那以後 我們就很會做產品 那你們幫我們說故事 這樣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這個產品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推的時候 也是 有得到成功了 所以 這個部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最後一部分就是 我們其實今年 馬上接下來 還會有一個募資案 那要在Flyming做 就是我們 是我們公司的重點產品 就是我們要把黑膠音樂 透過串流 來做整合 在家裡面 各位都知道黑膠音樂嗎 我剛剛聽了一個 非常美妙的歌曲 其實 這個黑膠 黑膠唱片 是我們看到這個 非常 非常保留原始風味的一個 一個音樂產品 那我們想透過我們公司 做網路的這個技術 可以跟 家裡面的網路結合 那我們一樣 在6月 會在FlymingV 做 做募資案的推廣 到時候請各位 給我們一些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現在那個 跟Alton聊天之間